在中国女星扎堆的纽约时装周上 蒋新她的造型并不像华飞娘娘那样 高端大气上档次 而是诡异惊悚遭吐槽 最近蒋新和孙纯正在拍一部微电影 名字叫做《那一刻我听见幸福来敲门》 于是播报记者就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蒋新 看看他是如何回应的 他仅用一个造型就展示出了 中国神话里的三个重要的角色 机幽级里的黑松怪 《倩女幽魂》里的黑山老妖 以及《神雕侠侣》里的大雕啊 出来的妆观他吓人了 这个您怎么拍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跟拍出来的照片也有关系 造型师给我做成什么样就怎么样 我就把完全的信心给他 我就告诉他 我相信你你愿意怎么样都可以 我给你足够的空间去发挥 那您不在意吗 因为有些人就说 如果再讲信件成了黑山老妖了 没关系 你们看到我生活中什么样子 就是可这只能说明我一点 就是可塑性太强了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蒋新第一次 因为造型而被观众吐槽了 之前的电影节上 他的造型就落下过不好的评价 蒋新这一身褶皱蓝色脱地万里服 显得自己臃肿手臂粗 脚不突起 再配上他的宛如中毒的妆容 实在是令人难以恭维 然后记住了这个造型师 这次这个地方不太好 下次我们可以换一个人了 可能是这样 如果说不满意造型 还可以简单通过换一个设计师来改变 那么当天身为男主角的孙淳就苦命多了 因为之前为了拍戏 急速地增肥减肥增肥减肥 可是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我实际上没有别的就是 我增肥减肥啊 对我身体损害非常大 所以我的消化道系统不是他的 无大爱 我努力做个正常人 微电影那一刻 我听见幸福来敲门中 孙淳试验的一位照顾而被老人的孝顺儿子 而现实生活中的他 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不久前 孙淳89岁的老父亲生病住院 哥哥孙周又在广州派记 已经身体抱养的孙淳 只得日夜照顾 这样他身心疲惫 虽然我们请了一个护工 但是呢你会觉得护工只是一种职业 他和被管理者没有感情色彩 其实刚做完手术 他躺在床上只有一个动作 所以他的腰背啊 他的腿啊都不能活动 他的脚心是不是温暖啊 你都得搓一搓的 帮助他解决一部分问题